剛才說英國有手中空氣而死亡的八歲女童 亦證實了空氣污染真的會令人類死亡 現在去到加拿大 加拿大BC省最近有一宗說 跟你們女性很有關係 我完全不知道有這個學會 因為這宗新聞才知道有這個學會 咪咪、朱咪咪、阮情丹 他們都應該參加這個學會 老奶學會? 老奶? Oat Milk 我記得你又做的 我快可以參加 快要拿名字了 老奶學會 你們都可以 譬如米雪、Lisa姐 薛家宴 60歲或以上的女士 不是 全部都過60歲 我不知道有這個學會 我不知道這學會是否全球性 不是演藝人參加 不過我講演藝人是大家認識的 記得有一套出名的粵劇 叫貓丹停經學會 當然有 停經學會 原來有一個學會叫停經學會 當然有 多年期 就是讓你個人舒服一點 舒暢一點 不要因為今年期而影響到你個人的情緒 沒錯 讓大家可以得到這方面的支援 很興奮 好像那些癌症 他們都會有病友的支援會 原來有一個叫北美停經學會 是很大的 在加拿大是一個很大的會 其實大家心同感受 大家圍著一個椅座 就像戒酒 不要緊 遠情丹說 不要緊的 很簡單 一聲就通過了 沒錯 你當是適合一些錢 又不用買姨媽金 又不用污染環境 我也是這樣說 又不用怕大肚 這次就是北美停經學會 會長出來發言 因為叫做加拿大BC省 手中的案例 又是手中的案例 今天都說的都是手中的案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衛生巾 又或者棉條的習慣 有 我用棉條 有啊 我剛剛才沒有人借了一包 是嗎 剛剛嗎 剛剛給誰借 這裡應該都沒有誰可以借給你 有 快有一個都可以參加這個停經學會 借了一包給我 對了 你剛才說 因為發生了這件事 所以就找他們出來 就是叫做加拿大手中 其實是可憐的 原來這個十六歲的少女 就是去年 就是 平經 有一件事發生了 然後就證實了 公佈這個 終於剛剛在前日 等於剛才八歲那個 一三年 你要驗很久 才可以公佈結果 剛才那件事就是三年 而這件事就是去年發生 而昨天就公佈了 向全球公佈 加拿大手中這個 叫做TSS的死亡個案 TSS 是否用那些有毒的棉條 不是 他用了太久不換 他用了太久不換 原來那些棉條 是兩個小時要換一條 是啊 因為你可能不是用棉條 但是 他一定是大大隻字 會寫 告訴你 千萬不要以為你需要換的時候 因為你有感覺 他快要漏出來 你才換 但他就會告訴你 其實每兩小時就一定要換 他寫明 是一定有的 這個女孩就是一天沒有換 就死了 怎麼可以一天啊 因為他的流量不多 是啊 他一天不換就死了 他是加拿大BC省 一名16歲的少女 而去年參加校外的活動 他當時一邊參加時 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 就以為自己感冒 因為症狀和感冒是一天 好扯啊 後來他送入醫院之後 搶救之後 就不自死了 唯有驗 驗了之後 就證實了 原來感染的源頭 就是他當日所用的衛生棉條 糟糕 他不是衛生棉條出事 是他一天沒有換而出事 他就幻想了這個 就是剛才所說的 TSS 這個就是中毒性休克綜合症 哎呀 他說他當日 他原本打算有些校外課程 就是那些去活動 對啦 因為要去運動 去運動 所以就最好用棉條 所以他就在溫哥華 那些營地裡流縮 他覺得又不是好 又不是好 又不是好 又不是好想沒得患 所以他就用了棉條 而他不知道為什麼 在流縮期間 他覺得不太舒服 他回房間睡覺 第二天之後 同學叫他吃早餐 是 Sara 他的名字真的叫Sara Sara 是怎樣 Sara 然後拍他 吃早餐 一直都不醒 然後就知道事態很嚴重 拍他也不醒 然後就立刻通知老師 和救援人員 立刻去到溫哥華島 然後就拯救他 然後就已經死了 蛤 已經死了 蛤 已經死了 那沒辦法 然後法醫證實了 當中在衛生棉條裡面 驗出有金黃葡萄菌 也證實他是因為患上了TSS 而這個溫哥華島的衛生官 亦都表示 雖然是罕見的病情 但是患者 因為一天一天沒有換到衛生棉條 所以就感染 他叫做金黃葡萄菌 引致他好像有流感的症狀 他就發高燒 然後想吐 想吐 吐不出 然後好像有點頭暈 而這個就是北美 這個就是停經學會會長出來說 他會長是醫生 他是年輕的女性 是較容易感染到的 也建議每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好換 他說不要不換 我也覺得誇張了一點點 不至於一天之內至於死地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有細菌 細菌的感染 細菌的感染 其實是幾何級的 一路越來越多 你不要以為它兩個小時會長很多 細菌是 倍數地長 細菌是很厲害的 可以很快 你記不記得有一件事 我們香港經歷過SARS的時候 為什麼每個小時要抹一下電梯 一個小時 可以資深很多 因為它一個小時已經可以資深很多 不要小看細菌的世界 一個小時是幾何級的 是這樣的 最初我就想 頂弄不是子宮有事 算到你是感染的範圍出事 不是 GSS 記住 這是一個案例 所以當年有件事很震撼 它今天還在生存 我都算是這樣的 我今早看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想起它 我立刻想起這個人 因為這件事 差不多整個娛樂圈 有份去那些 Alan City 又或者 那些 拉斯維加斯登台 那些人都說 每個人都說 一定是說 這件事 文明於世 這件事事隔了二十多年 嘩 還說 人都說 人都知道 你基本上去到這個 拉斯維加斯登台 或者Alan City 大西洋城 都說 一定是說這個人 他說這個人真的是本事 你五天穿一條內褲 哦 一定是男人來的 是啊 又是那隻 是否反轉面 底來穿 他是這樣穿的 第一天就穿前面 第二天就穿後面 就是把後面穿前面 第三天就反轉 他穿前面 第四天就反轉 他穿後面 總之確保那個位置乾淨就可以了 旁邊的那些 骯髒骯髒也沒有所謂 又是 碰那個屁股 但又碰前面 沒有問題 不要再重複 總之不要再重複 就行了 總之我的姑姑 那個範圍 不要再重複就行了 沒錯 然後都說這個男藝人 後面慢慢慢慢又有另一個女藝人去 然後又打破了這個男藝人的紀錄 女人 女人內褲怎麼可以不換 哪有女人 為什麼會知道 這麼私密的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會知道嗎 我告訴你 第一 你沒有換底褲 你覺得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除非找得很重要 那種臭味在哪裡 為什麼這個男人一咸完 就有咸魚味 那你就會懷疑他 其實是草白 對 真的草白 還有很漂亮的草白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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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很貴 越臭越貴 其實是 那種味道是真的幾次的 底褲的味道 你戴了一條鹹魚在裏面 對 究竟是醃著鹹魚在裏面 我真的試過有一次 聽過有人說 某一個男藝人是這樣的 有陣鹹魚味 結果我有一次真的 這麼不好 再跟他同一部電影 我終於感覺到 感覺到鹹魚味 感覺到 感覺到 我懷疑就是那個 我懷疑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我懷疑也是 他出名的底褲是一個星期的 那怎麼知道 為什麼會被人揭發 對 為什麼會揭發 你平時在電視城 沒有人知道你不換底褲 但你去登台知道 為什麼 登台為什麼會知道 就是那個Agent 不是一個藝人去唱 當然 有幾個藝人 尤其是女人也好 男人也好 我去 去登台也是一個很大的行李箱 因為你要放東西 很多東西 他背背包去 這麼輕便 就因為他背包 有人問 你真的有什麼輕便 你帶背包來登台 對 你登台衣服呢 你穿台衣服呢 你穿台衣服呢 他不是這麼瓦定 不是 是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的 他自己說的 怎麼可以輕便 沒有沒有 我只帶桌子登台衣服 他說其他東西 換衣服呢 不換的了 我一回到房間之後 我脫掉衣服 我穿他的浴袍 他自己說的 沒有他衣服 那些人開始問了 底褲啊襪 你也要多帶幾雙 對 換的嘛 他說我沒有 我一條底褲來的 我沒有戴底褲來的 所以他沒有戴底褲來的 自己爆 所以 就全部agent都說 他來這個 大西洋整五天都穿一條底褲 但很明顯就是 你看見他也是骯髒骯髒的那批 他是不是 他外表很乾淨的 他外表很乾淨的 他外表很乾淨 他很喜歡穿漂亮衣服 但他的底褲就穿了七天 很喜歡穿漂亮衣服 但底褲穿了七天 是年輕人嗎 以前是年輕人 發生這件事的時候是年輕人 然後有另一個女生 就是打破了他 這個女生有沒有搞錯 這個女生打破了幾天 七天 一個星期 十四天 兩個星期 登台沒那麼長的 最多給你十天 五天 或者是非美加 可能是美國登台後 然後去加拿大 那你也不會同一個agent 兩個不同agent 所以上次傳出來的那個 男愛人 大西洋成的agent 傳出來 然後說這個 很邋遢的 第二個 最邋遢的男愛人 應該是這個 第一位 第一位 最邋遢的女愛人 他也是這樣 玩著這些袋 一個袋 拼便袋 Hand carry Hand carry 就去登台 可能 女生哪有可能 那些人一定會問 你沒有行李 小野 你沒有行李 不用記仓 對嗎 不用記仓 去到當地 不需要去輸送帶 等行李 對 很快就可以出關 所以你一定會懷疑 你去五天都不帶行李 還要飄洋過海很遠 登台 不是旅行 旅行你也說過去買衣服 有什麼文化 就有這個 舌寶寺出現 舌寶寺 他說什麼 我不用的 我內褲和胸圍 我都是不換的 我用舌寶寺 舌寶寺 舌寶寺 沒有啊 他出名叫舌寶寺 我們日後都叫他舌寶寺 舌寶寺 他說他的胸圍裡面 就買一張舌寶 舌寶貼在裡面 好像我們用的護墊一樣 舌寶 他買的文具舌舌寶 舌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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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撕開舌寶 舌寶 我明白 我明白 他每天那個位置都新鮮乾淨 沒錯 你只要撕走舌寶寶寶 就換一張下去乾淨 就像一條新的舌寶 沒錯 骯髒的東西都用舌寶寶寶 隔著了 他的名字叫舌寶寶寶 但我沒想過胸圍他也想到這個好事 胸圍和內褲也是 但胸圍你也要天天洗嗎 胸圍就未必天天洗 胸圍也未必天天洗 即五天戴同一個都可以嗎 五天不會 看你有沒有出汗 對 如果有出汗一天都會洗 沒有出汗可能兩天 你也贊同他這個環保的做法 不奇 例如你問我 我去旅行 我一天不會說 例如五天我帶五個胸圍 不會 可能是三至四個 三個 三個 五天的話會帶三個 內褲呢 內褲就每天都會 戴兩條 五條都不是很雅定 對 人頭內褲 幾多天就幾條 有時會多戴兩條 因為不雅定 所以我看到這個男人和這個女人 還未死 就知道這是罕有的病例 是呀 因為那些金黃葡萄球菌 沒有上去那裏 是呀 金黃葡萄球菌 也沒有去那裏 是 這次加拿大BC省的 叫做TSS的案迷 正直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女生死了 如果有用可以棉條的女性 人家再次呼籲 兩個小時 無論髒或不髒 眼見髒或眼見不髒 都要換 是呀 我覺得如果你知道 你自己是瘋瘋瘋瘋 那些人 你就不會用這些棉條 那用什麼 用那些衛生巾 就是用大塊的 大塊的那些貼 其實會不會都應用在衛生巾 如果衛生巾有些人 是一樣的 你不悶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可能也好 你直接塞進去那條 又對 因為看不久 是呀 衛生巾 那些人還是在體外 就會好些 在那副手機那裡 已經 裡面發炎 我們女人裡面發炎 還要出不了你 很嚴重的 所以你不要想著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要換 因為專家自出 細菌的繁殖 是快到你估計不到 沒有啊 他兩個小時 只是一晚 只是一天沒有換 即是一天感染了這個 就是一天感染了這個 叫做TSS 就是中毒 中毒休克症 而一天就已經死了 死了之後 還是要驗屍才可以公佈 他的死因就是 他沒有換棉條 哇 他死因就是 沒有換棉條而死因 這次來自加拿大的 B.C.省